要谈世性发展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多元的职场 作为它现实上的条件 我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现实条件 所以我那个年代不可以谈世性发展 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非常多元了 但很少家长很少学生警觉到 很多家长跟学生还继续在拼热门科系 我讲一个统计数字给你提 台湾服务业占就业市场的七成 制造业只占三成 也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们同一个年龄的人中 70%的人要去服务业 我常常问人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高中生他的数学太差 你认真想想 是真的他数学太差还是你太无聊 懂这句话吗 服务业的数学要多好 我不要讲说服务业的数学要多好 你以为张忠谋的数学有多好 你们里头随便找一个 我们出高中水准的数学 你会成绩比较高还是张忠谋成绩会比较高 张忠谋数学早就忘光了 职场只有非常少数的职业才需要用那么深的数学 绝大部分的职场那个数学是很简单的 所以一个高中毕业生只要他的数学是及格 我不管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然后不管他是及格的考卷是怎样的及格 只要他的数学考试成绩是及格 很可能就已经比张忠谋现在的水准还高了 然后你还嫌他不够高 那是你无聊还是他不好 因为我们没有警觉到 你数学好 没关系你去拼制造业啊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作机会 你数学不好没关系啊 你去拼制造业的工作啊 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机会 以前去服务业只能出卖劳力 后来去服务业可以出卖技术 现在服务业可以出卖创意 制造业可以出卖创意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台湾的制造业所有的创意 被跨国企业的专利封锁住 所以台大电机细毕业到科学园区做什么事 台大电机细毕业念完电机所硕士到科学园区代工 看机器 他的工作是美国三流工专生做的工作 台湾的制造业不容许你发挥创意 但服务业没有专利 随便你发挥创意 在这样的时代 你是应该要做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工作 还是去做最热门的工作 我们那个年代有个台大雅科的人叫做王上义 他喜欢写小说 他家人不让他写小说 后来郁郁而终 我们那个年代最喜欢谈的悲剧 到你们这个年代 其实没有那个比 这是第一个想跟你们讲 第二个 台湾很喜欢用学生的成绩来猜测 衡量他未来的成就 美国的心理辅导这个专科 曾经做了四十年的长期追踪 发现IQ高的人在学成绩就是比较好 而且毕业后成就也比较高 但他们一直忘了一件事 那个四十年的研究 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时代里做出来的 我们学校教的所有的科目 都是分析性的知识 不是服务业需要的 所以配合制造业 以及为制造业服务的相关的工作 所需要的知识 我们的IQ其实指测分析的能力 比如说IQ里头有一项叫语文测验能力 那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夸张 其实是骗人 语文测验能力有考语言能力吗 其实根本就只考阅读测验 它有考你演讲的能力吗 没有啊 它有考你跟人沟通 说服人感动人打动人的能力吗 没有 创造性的使用文字的能力 creative writing 在那里都是不考的 这只是一个例子 让你们知道 我们所有IQ测的都只是分析的能力 但人有八种能力 分析的能力只是其中一种 在制造业为主的时代 你用得到的能力只有一种 就是分析的能力 所以在制造业的时代 IQ高 社会成就会高 但现在制造业只占我们就业人口的三成 职场非常的多元 使得人的各种能力 都有机会在职场发挥 我举一个例子 有人从事研究有人从事发明 有人从事行销有人从事公关 有人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从事研究工作的人 数理化要很好 甚至连英文都要很好 这是我们传统习惯上 我们所谓的聪明的学生表现 就是英数理化好 擅长发明的人 数理化是不是也要好 认为是的请举手 不一定的请举手 历史上 赚最多钱的专利 叫做回文针 发明的人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 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 最艰难的发明 叫做广义相对论 安斯坦没有因为他而赚过一毛钱 而且至今人类没有任何人 因为他而赚到任何一毛钱 发明是对理化的原理 定性的灵活应用 他不需要知道肢结的知识 他考试成绩不见得好 所以连这两种角色 其实需要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可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我们一直没有警觉到这些差异 我再问一个例子 你们觉得香蕉跟苹果 这两种水果哪一种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认为香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请举手 来 举高一点 认为苹果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请举手 这么少吗 好 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郭台铭大家都认得 这是前一任的台大校长李士臣 也许很多人不认得 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 Stanford的电机硕士 电机博士 回来很快就当了台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 然后升到校长 认为这两个人 谁的社会成就比较高 认为郭台铭社会成就比较高的请举手 认为李士臣成就比较高的请举手 好 谢谢各位 我对台湾最感到遗憾的就是 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 我们什么都可以拿来比 香蕉跟苹果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可以拿来比 你给李士臣一千万 让他去创业 多久可以玩光 不到一年 你给郭台铭20年时间 他有没有办法从台大电机系练毕业 恐怕不行 这明明就是两种人 为什么我们可以拿来比 人有这么多种 聪明的人是不是一定精明 不一定 精明的人是不是一定聪明 不一定 这两种人都有可能在职场上 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对不对 干练的人是不是一定精明或者聪明 不一定 一个公司通通都是聪明人组成 你认为这公司运作得下去吗 让不下去 一个公司全部都是精明的人组成 不要说全部 一个公司有一半以上精明的人 你认为这公司不会倒来请举手 一个公司需要各种不同的人 但是台湾人就有办法这样子 香蕉苹果拿来比 零稿成绩拿来比 什么都可以拿来比 我们老早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 但我们脑袋里头的价值观 仍旧是一元的 有的人早熟 有的人晚熟 我们就可以把晚熟的人叫鲁蛇 把早熟的人叫温拿 早熟的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很可能是一拜徒弟 然后他又变成鲁蛇 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 服务业跟制造业 服务业的平均收入6.1万前十名 制造业前十名平均6.1万的月薪 服务业平均4.7万差1.4万 但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70% 制造业占30% 可是你不要只看到薪水 你要知道另外一别的事情 制造业 制造业 我们来看 大家都很喜欢搞上电机系 我还知道有人电机系没搞上 台大电机没有上 上了台大机械 哭得要死 我请问你们 过老死最多的是哪个系的逍遥 电机系 放无心价放最多的是哪个系的逍遥 电机系 无限公实责任制 推行的最猛是哪个系的逍遥 电机系 白蓝氏基金 台糖险金 吃最多的是哪个系的逍遥 电机系 制造业 光是吃台糖险金跟白蓝氏基金 一个月可能就吃了不止一万三千块 多出来的钱全部拿去滋补跟吃药 能多吸引人 还没完 制造业的平均工时 十四小时是常有的事 服务业平均工时 十个小时以内是常有的事 你把多出来的钱除以工时之后 你每小时的所得不见得比较高 因此 2009年之前 年轻人最爱的十大行业 绝大部分是制造业 2009年开始 服务业跟制造业各一半 2011年跟2012年 制造业只要四个 2013年 制造业只剩一个 郭台铭非常不开心 就开始骂年轻人 怕吃苦 原因在哪里 因为红海不见了 郭董对社会发展的理解 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理解 社会进步的目的就是 为了避免吃不需要吃的骨头 那台湾社会进步了 还要叫年轻人 去做我祖父做的那种事 这算什么社会进步 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制造业 一个制造业的CEO 换轨到了服务业 讲了一句话说 他非常不适应 因为在制造业 他可以军事化管理 要怎样就怎样 到了服务业 却必须要人性化管理 搞得他自己非常的难受 你就知道 这两个产业的文化差距非常的大 服务业有很多的原因 吸引了不只是懒惰的年轻人 也吸引了有报复的年轻人 重要就是我刚刚讲 制造业很难发挥状益 但服务业没有专利保护 任何状益都可以随你发挥 我们回来看这是职场的现实 股市排行榜前十名 传统机械业 支店学院的服务业 传统机械 服务业 传统机械 传统机械 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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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领域 三足鼎立 台湾的产业真的是已经到了非常多元 在这么多元的情况下 市性发展 一 是可以的 因为所有的行业都一样的发展 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第一个市性发展终于被允许了 二 现在所有行业都竞争非常激烈 重要的不是你在哪一行 而是你在那一行排第几名 所以市性发展是 于己之长工人之短 一种必要的战略 市性发展已经变成是可以 而且必须 我再加一句 现在的职场大家都很辛苦 以至于 你一天里头 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 是数倍于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假如你还不喜欢你的职业 这个人生真的跟罗马时代的奴隶 没什么两样 我们这个世代还可以说 我去一个我不喜欢的职业 以便我下班后做我喜欢的事 到你们这个generation 想要这样是非常困难的 只要你有工作 你大概就会被工作 把你折磨到没有多余的力气 再去做所谓的你喜欢的事 另外一方面台湾的社会富裕了 富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叫做 只要你有工作 你钱就会要升 台北买不到房子 你只好先用租的 等你退休的时候 到别的地方去买房子 我们现在其实最大的负担是来自于 房子 不算房子 你们刚毕业的时候钱一定很紧 我也是 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紧 我所谓的 你们只要有工作最后一定有胜 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胜 是说你死的时候有胜 你死的时候会有胜 听起来很好笑 我想在座只要超过四十岁的人 而且还在这个地方去演讲 我猜大概都是死的时候 家里会有胜的钱 这样有什么了不起 这样就很了不起 你要知道这样的人 你们就已经跟郭台铭一样有钱了 为什么 你们都是生前吃喝不愁啊 只有一个差别 他死的时候剩的钱比你多 但那个有多重要 是活着的时候快乐要紧 还是死的时候剩下很多钱比较要紧 所以只要你有把握 你死的时候会有剩的钱 你必须认真考虑挑一个你愿意做的工作 而不再是像我们这一代 我们注定是身心分体 我们注定是做不喜欢的工作 赚了钱以后 下班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们最带这个机会很小 你们最带这个机会很小 所以我两个孩子 我都没有第二句话 我都鼓励他们念自己想念的 所以念你擅长的 你喜欢的 有三个理由 你必须这样做 接下来 另外一个概念 服务业跟理工学院 已经不再像我年轻时候那样子的彻底分家 他们两边开始融合起来 所以有一些人他的困扰是 理工人文 我要挑哪一个 我要靠哪边站 现在有一种新的挑法 你可以脚踏两条船 你不需要把它硬式分开来 你可以是T行人 你可以是I行人 T行人在我们那个年代 不见得有发挥的机会 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 我们来看 整个产业的创新的动力改变了 叫做体验经济的时代来临 什么叫体验经济 我们来看产值 这是一杯Starbuck的咖啡 这是做出这一杯咖啡所需要的咖啡豆 咖啡豆的农场的工人 去生产出这个咖啡豆 他赚到的钱只有这一点点 这个是欧元 不到0.5欧元 只有20cent左右 制造业把这个咖啡豆变成咖啡粉 可以立即冲泡的那一种 制造业附加价值跟农业已经很接近了 为什么 因为农人功过于求 工人功过于求 我们这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 什么人都功过于求 再 trigger planted 到了一戏之类的咖啡澈 这是服务业 它所创造的产值stre就差不多只有2欧元左右 80块块台币 但是一个有品牌的咖啡 如果是Starbuck 会到一百五 如果是在洗来灯喝 可能到两百块 你在喝什么 这个多出来一百多块钱是什么 不再是咖啡 是你眼睛看到的 你耳朵听到的 你感受到的这个空间 这个场域 你的experience 你体验到的东西 那种舒适感 这叫experience economy 现在最具有附加价值的是experience economy 你看得舒服 你听得舒服 你闻得舒服 你感受舒服 这些舒服的东西 不再是吃的 大量的 方便的 不再是这样子的 我用两个故事讲 experience economy 它的独特性在哪里 这跟我们传统对理工的崇尚 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现在台大电机系毕业的 可能仍旧是自己觉得自己很神 很拽 我很抱歉 高科技产业的创新的动力 已经不是来自于举速带动的 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叫at&t 它有另外一个部门是无线通讯 叫at&t wireless 后来两个家公司分开来 各有各的营业 这家公司推出一个产品叫m-mode 他们非常重视它 重视的同度反映在 由研发副总带领这整个project 这个project他们是一种网路购 手机上面的购物服务 你可以在网路上搜寻出 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现在它把这整个service 把它放得非常的compact 然后把它塞进一个手机 以至于你有了这个服务的手机 你拿着出去逛街 突然想买个东西拿出手机来 卫星定位 手机就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上面key in 电影 它就把你所在附近 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路程内 在即将上演的电影 还有电影票的 它按秩序给你列出来 你要买什么东西 只要问手机 当下可以找出附近谁在买 他们认为这一个service 会彻底改变人类购物的行为 从此以后 你不需要有一个shopping list 你不用再事先为你的采购 做任何的规划 想到去到哪里 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百分之百的行动购物 他们认定 这个产品一推出 传统的电话黄布 会被丢掉 网路的搜寻 会被丢掉 电视广告 会被丢掉 你不再是根据电视广告 告诉你买什么 然后打电话上网查清楚去买东西 不是 你会变成是 我专想买 我专想吃 上手机 一上 就知道了 很棒的产品 退出之后 罚人问津 公司很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但全美最厉害的无线通讯 就叫AT&D 制定学院最顶尖的人 做出来的产品 罚人问津 如果有错 谁可以告诉他错在哪里 想象得出来吗 想象得出来吗 叫Ideal 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他们处理这个案子 他们找一群人 组成了一个专业团队 一个spatial project 一个task force 里面有人类学者 社会学者 心理学者 机械工程师 电器工程师 咨询工程师 这样变串在一起 台湾 现在产业升级上不去 台湾赚得非常的少 老板赚的 资本所得一直在升高 工资一直在下降 但整个台湾 一直看不到新的产业的远景 为什么 看这个团队就知道 看这个团队就知道 这是美国最顶尖的团队 不卖专利 不卖品牌 不卖技术 不卖货物 只卖创业 他们直接case 他们的case 都是像AT&T种 最顶尖的公司 解决不了就来找他 敢让一群这样子的人 做出来的决定 成为公司最后的决策 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输 为什么台湾只有代工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产品特质 好妙能于床子